我今天要讨个故事是 小花豆咱妈妈 春天到了 暖光自着磁堂 磁堂里有一条小花豆 嗨 大家好 我是一条小花豆 刚刚出生 咦 我妈妈呢 我骗着妈妈 大家有没有见过我妈 不如大家和我一条小花豆 好不好 好 咦 我听到 BB见妈妈 咦 先问一下小花豆 小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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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豆就問金魚了 金魚 金魚 有沒有媽媽 金魚就說 我不是你媽媽 你媽媽有白色的肚子 而我沒有了 所以我問你媽媽 小花豆很失望 他繼續問我媽媽 游著游著 看到一隻蟹 蟹有白色的肚子 小花豆就想 他會不會是我的媽媽 小花豆就問蟹 蟹蟹 有沒有媽媽 蟹就說 我不是你媽媽 你媽媽有四隻腳 而我只有八隻腳 所以我問你媽媽 小花豆很失望 他繼續問我媽媽 游著游著 看到一隻烏龜 烏龜要四隻腳 小花豆就想 看烏龜的媽媽 小花豆就問烏龜 烏龜烏龜 烏龜烏龜 老的媽媽 烏龜就說 我不是你媽媽 你媽媽又穿著綠色衣 唱歌的時候就哭哭 唱歌的時候就哭哭叫 看烏龜的時候就哭哭跳 而我呢 就不去了 所以我不是你媽媽 小花豆好失望 他繼續找你媽媽 游著游著 看到一隻青蛙 青蛙又捲到很大隻眼睛 白色的頭 四隻的銅像 主動吃衣服 呱呱呱呱 小花豆就想 他會問媽媽呢 難道他就是媽媽 小花豆就問青蛙了 青蛙 青蛙 我是你媽媽 青蛙就說 我是你媽媽 乖仔 小花豆好開心 不過小花豆有些問題 為何我跟他一樣 青蛙就說 我 因為你還小時候 到長大之後 你會跟我一樣 小花豆 一天一天長大 過了一個月之後 小花豆真的變成青蛙了 講完了 多謝